都市快报通讯员张惠立中法。 5月1日,浙江省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事行正式实施,一些趁放下来杭州的老赖们正好赶上了这个史上最严强制执行措施。 4天的假期,杭州法院执行被勤人员共出警164次,抓获失信被执行人149人, 其中,本地法院部控76人,外地法院部控73人,居留124人,罚款14人,直截28件105余万元。 5一期间,杭州本地的老赖,在车站飞机场抓得最多。 据统计,5一期间,杭州法院本地老赖落网情况,分别是地铁站抓住一人,车站坐车,坐飞机抓住27人。 在杭州旅游抓住7人,务工,找工作抓住6人。 高速,公路临检抓住2人。 娱乐城,公园,玉厂消费抓住3人。 宾馆抓住6人。 参加葬礼抓住1人。 就义抓住2人。 五一代老婆孩子开着奔驰来杭州来。 一进杭州就被拘留。 5月2日当天,一直在躲避法院执行人员的失信,被执行人李某终于憋不住,建了一辆奔驰车,带着老婆儿子从温州一路自驾游到杭州,想趁着假期好好游玩一番。 其实,李某因拒布执行法院判决,早前被温州某法院,采取了不控的强制措施。 刚进杭州城,他就被望江派出所的民警给扣下了,信息随即通过系统,传送给温州当地执行法院,该执行法院立刻向杭州上城法院发出请求。 上午9点21分,还在市居留所送居归途中的执行员游戏接到指令,马上调转车头,赶赴望江派出所。 办理完交接手续,正准备押借送居留时,被执行人李某,向背勤执行干警提出了请求,法官,你们能不能让我和我老婆说句话。 此时,派出所大门外,李某的老婆孩子还惊魂未定,说好的全家两日游,变成了李某一人的半月居留,奔驰车怎么办?怎么回去?孩子会怎么看爸爸?可再多的担心,李某也只能在居留所内干扰极了。 于航法院执行员陆成凯说,5月1日这天,他从早上9点半忙到晚上7点半,马不停蹄,和搭档范俊杰,一共辗转下城朝明派出所,铁路杭州站派出所,南院派出所,林平派出所,于航派出所,还从无山广场PTU,杭州市公安局直属治安防控机动队,手里接收了一人,共辗转六地,送居五人。 这个让老赖闻风丧胆的。史上最严强制执行措施有多严。 此前,针对被执行人各项拒执行为进行拘留、罚款或追究刑事责任等相关处罚没有明确的时间范围规定,而新施行的意见中,不仅细化了各项情况,还划定出10日和30日这两个重要时间节点。老赖被发现有高消费行为10日内,会被罚款拘留。 明确的执行机构收到执行案件后,应当立即启动执行程序,并在10日内完成以下事项。 1. 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书。 2. 向被执行人发出报告财产令、限制消费令。 3. 财产网上查控,以及被执行人户籍、婚姻、持有的证照、出入境记录等信息的调查。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不实,应当在查明之日起10日内,对被执行人予以罚款、拘留。 被执行人违反限制消费令,执行法院应当自查明之日起10日内予以罚款、拘留。 执行法院发出查封、扣押裁定书,则令交付通知书后,被执行人应当按照要求将指定的车辆等动产移交执行法院。 拘不移交的,在10日内予以罚款、拘留。 法院有权在30日内,采取限制处入境、罚款、拘留刑结严重追究刑事责任等措施。 被执行人应当按照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的要求,立即履行债务或者报告财产。 拘不报告财产又不履行的,在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,发出后一个月内采取下列措施。 1.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。 2. 限制出入境,或者责令交出出入境证照,宣布证照作费等。 3. 罚款、拘留。 单位为被执行人,可是请同时对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、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、实际控制人予以罚款、拘留。 3. 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拒不腾退涉案房屋、土地的,执行人员应当在腾退期限借满之日起一个月内,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、拘留、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3. 被执行人拒不报告财产、虚假报告财产、违反限制消费令、经采取罚款、拘留等强制执行措施后,仍拒不执行的,应当在一个月内,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4. 被执行人或其他相关人员,具有非法处置查封、扣押、冻结的财产、虚假诉讼等抗拒执行行为之一,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,应当在10日内作出拘留决定。 5. 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,应当在一个月内,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 5. 法院启动自动时间节点提醒。执行人员必须按限制时间处理案件。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于处长介绍,针对意见的实行,省高院也在同时进行办案系统的改造工作,加强对办案流程的管理控制。 5. 以前因为各种不可控因素,对被执行人的送据、罚款等处理,可能偶尔会出现人为决定的推迟或者提早的情况。 6. 但是现在系统改造之后,案件的办理流程实现半自动化,到了某一个时间点,系统会自动跳出提示,提醒执行人员必须在限制时间内,对被执行人进行罚款、拘留或移送公安机关等处理,对执行人员也起到了监督作用。 5. 文字体拍摄